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再把青萝卜买回来 你就像我这样做 香辣脆爽 好吃又下饭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首先把萝卜去头去尾 切成两元并厚的薄片 我每天都分享有点美食 麻烦你过点个小文心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记住啊 切好的萝卜 一定要加盐和白糖 一起照拌均匀 腌制五分钟 要是萝卜丝 直接用盐腌制 那会变得软绵绵 一点也不爽脆 腌出水分以后 千万不要加水清洗 只要挤干水分 这样吃到中秋节都不会坏 然后空碗中 加一勺醋大浇面 一勺细大浇面 一勺白芝麻 和少许蒜末 泼上热油 把它的香味给激发出来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凉拌汁 这个凉拌汁 是大厨跟你比例调制好的 用它做拌黄瓜 拌木耳 拌五片 都非常的好吃入味 一袋子里面有四小包 一小包就可以做一次 其他的任何调料 你都不需要放了 给它搅拌均 倒在萝卜丝里 最后再给它翻拌均 就可以开吃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紧说 坐起来吧